嗨,我是廖帥 HAMSEN廖 今天的你,氣炸了嗎 我們要挑戰氣炸鍋做料理 我們要做什麼料理呢 最近朋友跟我說 氣炸鍋很厲害 他跟我說 氣炸鍋很神奇 什麼菜都做出來 想像氣炸鍋是 神燈一樣 這個啊 是剛剛 我用氣炸鍋炸出來的 塑膠 不,烤出來的 雞塊啦,抱歉,雞塊 也還好啊 就 很酥,然後 雞塊有肉汁 還好嘛 這個呢,雞腿排 吃看看 哇 哇 哇 今天殺的好吃啊 這麼好吃的雞塊啊 絕對不是氣炸鍋的 原因 是做這塊雞塊的人 很厲害 這雞塊啊是大成的 雞腿排 我在加熱福買的 噢,這樣看也是 用氣大鍋做出來了 香甜多絲 外表要酥酥脆脆的 而且外表我沒有噴油 還好啊 自己還是跟外面造的雞排一樣 看這雞排有多厲害 絕對絕對不是 氣炸鍋的表現 不是不是 不是喜歡氣炸鍋 是這個雞腿排 做的好吃 隨便做都好吃 我覺得 用雞腿啊 炸這個雞腿排不準 我把它做別的 什麼別的呢 來 看一下齁 我們要做 三杯料理 我就不相信這個 氣炸鍋這麼厲害 今天做什麼三杯呢 各位看一下 這個齁 很可愛 挖碗 用三杯青蛙來證明一下 這一台氣炸鍋真的很厲害 不然的話 我沒有辦法相信 氣炸鍋有多厲害 來 今天呢 我們要用這整隻的青蛙 下去做氣炸鍋 有三隻 早上啊 去菜市場買的 一隻只要二十塊 我們做什麼呢 做三杯 三杯 三杯材料有什麼 來 胡椒鹽 三杯都是要什麼 醬油膏 還要加什麼呢 加點米酒 超超耶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香油 超超耶 來 重頭戲 這個 薑片 辣椒 蒜頭 下好下滿 食譜都教人家講說 氣炸鍋很厲害 東西丟丟就好了 來 紅糖 增加它的甜度 讓它帶一點焦糖色 我覺得 胡椒鹽要多一點 等一下我們先分兩次烤 第一次啊 先烤到半熟之後 我們再加我們的 可愛九神塔 下去 試試看是真的這麼強 來囉 我們就把我們的 青蛙 放上去 我們把它推進去 我們先用200度烤十分鐘 等一下啊 我們就可以知道啊 這個氣炸鍋有多厲害 十分鐘到之後 我們先把它翻個麵之後 加入九神塔 我們再烤一次 YA 我們的三杯計好了 看一下囉 哇 超期待的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青蛙 QQ香香肥肥的 一直在滴著肉汁耶 哇 這時候我把它撿起來 放在剛剛啊 這個 鋼盆裡面啊 再把一些蔬菜啊 辣椒啊 放進來 烤十分鐘啊 感覺它已經熟了耶 不過沒關係齁 我們再加一些醬汁 因為等一下啊 我們要下九神塔 喇喇 下囉 下好離手 這樣子 就可以再進去烤囉 哇 滿滿的九神塔 看起來 太誘人了吧 我這個青蛙買的真好 絕對不會是氣炸鍋功勞 我們再放進去 看這程度 我們再烤五分鐘就可以了 YA 不過呢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台機器這麼的神奇 會不會啊 有一些小餐館啊 咖啡廳啊 就買這台回去啊 東西放一放啊 就可以做生意啊 沒錯這個想法很好 不過呢 你的資金啊 準備多一點 因為你很快就會倒了 沒有技術 只會泡咖啡 做三明治 做Panini 開個什麼小食堂 煮個咖哩 然後捏個飯糰 圓形的三角形 放在那邊 然後往美去看 就說 哇好可愛好漂亮好療癒的飯糰 就這樣子 三個月之後 你就會倒囉 記住喔 錢要準備多一點 三杯器好囉 趕快把它拿出來 趕快把它拿出來 哇 好香喔 都是九層塔的味道 而且啊 這上面這個 青蛙 皮朝上的啊 就這樣酥酥的耶 給你看一下喔 皮超酥的耶 超棒的 這個啊 吃起來比較乾一點 吃一下它的雞腿 吃一下它的雞腿 嗯啊 我只能說 甜雞真的很好吃 嗯喔 滿滿的蛋白質啊 皮它的膠質 而且這個 蛙蛙的頭 很可愛啊 有醬油香跟米酒香 這台的寶庫娘 你就算了喔 還讓你免費試用 十五天 你看有多誇張 看他對自己的 產品啊 有多麼有信心啊 讓你免費試用十五天 用一用覺得不行還可以退給他 他還退錢給你 太划算了 你摸摸才會划算 好啦我承認啦 氣下鍋真的很不錯 不過這種產品啊 你也不用買太貴的 買個三四千塊的 就很好用的 你買那個日式品牌 一萬多塊的 一開始啊 用很開心啊 每天用 一個禮拜之後 就放到那邊當裝飾品了 今天的氣炸鍋料理 成功 我是廖帥 HAMSEN廖 下次見囉